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老公得了尿毒症,丧失了劳动能力 为了养活一家人,以及给他治病 我除了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兼职做代驾 一夜未合眼的我,凌晨才疲惫不堪地回了家 刚到家门口,却听到老公开着扩音在打电话 婆婆的声音气满鄙夷,村里人都看到了 她深更半夜上不同男人的车,妈在老家都抬不起头啊 远东啊,你这老婆不能要了,她在外面给人做三陪呢 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待在车里,男的又喝了酒 除了干那当子事,还能有别的? 这媳妇我们老张家不能要了 婆婆的声音尖锐又难听 我听得火冒三炸 准备冲进去和我婆婆对峙时 老公开口了 妈,你放心 等我做完手术就和她离婚 我现在看到她就觉得恶心 我都嫌她脏,没碰过她了 婆婆听到她的回答 欣慰地说,这就对了 等她给你赚够了手术费 就跟她离婚,让她带着张蕊那赔钱货有多远滚多远 我心底一震,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我拼了命地赚钱给她治病存手术钱 她却嫌我脏 昨晚顾客喝多了,吐了我一身 她赔了我一千二 另外给了三百,让我帮她开车去清洗 为了多赚点 我将臭气熏天的车子开到郊区 花了三十,找了个私人的洗车铺 自己一点点地清洗车子 我一夜未眠,只想着快点回来 怕她身体不舒服 可没想到,她们母子背后却是这么看我的 我将昨晚转的一千五捏了又捏 揉了又揉,直到有了裂痕才停手 等到张远东挂完电话 厨房有声音传出来 我才进门 老婆,你回来了 她系着围裙出来接过我的包 顺势就打开了 看到里面空空如也 目光微沉 昨晚没接单吗 她每天从我手里接过包就会查看 在今天之前 我一直认为这是夫妻之间正常的举动 我努力压制着翻涌情绪 扬起手里的钞票 当然有 而且还不少 她接过钱 迫不及待地数了数 一千五 这么多 继而又看了我一眼 以前我只当这是关心的眼神 现在却明白了 她在怀疑我这笔钱的来路不正 我隐藏起份火 像平时跟她唠嗑一样 从头到尾讲了昨晚发生的一切 听完后 她心疼地牵着我手 老婆对不起 都是我的病拖累了你 赚钱养家的事本应该是我的责任 现在全压在你瘦弱的肩膀上 我是家中独女 从小养尊处优 父母帮我买房带孩子 已经帮了很多很多 我不好意思再找他们 独自一人抗起家庭重担 却没想到找了个凤凰男 只是现在甩了他的话 也太便宜他了 我咬紧后曹牙才忍住 没抽回手 只要能治好你 再辛苦也甘愿 老婆 能娶到你 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她一边说 一边赶紧将钱放进口袋 我眼神一按 隐藏好情绪 老婆 早餐快好了 你快去洗漱吧 洗漱间里 牙膏毛巾都摆放好了 张远东的尿毒症 每周都要去医院透析 没办法上班 医生说想根治只有肾移植 可治病已经花光 我们积蓄 未愁手术费 我下了班 还要去兼职 每天晚上兼职回来 有煮好的早餐 准备好的洗漱用品 我养着他也心甘情愿 过去两年 他就是这么哄着我的 为了让他专心养病 我也能多点时间赚钱 女儿都是爸妈帮带着的 吃早餐时 我对张远东说 我想女儿了 过去看看她 今天在我爸妈家睡 他没多想 好 我见他没要再说的意思 主动问 你要不要一起去 好 我好久没去看女儿了 原来他还知道 距离上次 已经是三个月前呢 可到了出门时 张远东突然扶着门 神情难受 我瞥他一眼 怎么了 突然全身没力气 脑子晕晕沉沉的 我佯装观心 远东 那你在家休息 别去折腾了 我回去就好 张远东苦恼到 我真没用 走几步就不舒服 换疫前 我会扶着他进去休息 然后在家照顾他 现在 我真是多和他待一分钟 都觉得恶心 那你在家休息 我去看女儿了 关上门那刻 我脸上的笑容 彻底收了起来 正好赶上周末 我放下了兼职 陪了女儿两天 第一天 张远东对我们母女 嘘寒问暖的 第二天 见我没回去 电话里都藏不住他心思 老婆 明天女儿上学了 你今天早点回来吧 我想你了 是想我 还是想我去做代价 给他赚钱 女儿最近成绩下降的厉害 我带他找不英语和数学的地方 今天不回去了 他有什么可补的 张远东嗓音一下就提高了 他就不是读书的料 花那钱 不如以后学个手艺养活自己 女儿前两年成绩班级前五 这两年成绩下滑主因是张远东生病 我一人打两份工 无暇顾及 他非但不觉得愧疚女儿 还说他不是读书的料 我没理他 带着女儿找了几家机构时刻 老师说他基础不错 落下的功课不多 只要后面认真些 补上来没问题 在问过女儿意见后 我给他交了两学科的钱 从培训学校出来 我陪女儿看电影 带他逛街买衣服 买吃的 看着他脸上灿烂的笑容 我越发觉得愧疚 到了晚上 我准备陪女儿睡 他却依依不舍说 妈妈 你回去吧 爸爸需要你照顾 我长大了能照顾自己 我鼻尖一阵泛酸 一把将女儿抱在怀里 爸爸最近身体很好 妈妈晚上可以来陪你的 真的吗 那妈妈可以不去兼职了吗 妈妈太辛苦 我好心疼 看着如此乖巧贴心的女儿 我真想扇自己两耳光 居然为了一个渣男 忽视了女儿 我压下情绪 答应他 妈妈不用兼职了 以后每天晚上 都能来陪你了 女儿高兴地紧紧抱着我 一个劲地说他 终于有妈妈陪了 他是笑着说的真心话 我却听得落泪 这两年我亏欠女儿太多太多 直到第二天下班以后 我才回家 张远东就一副 鼻子不是鼻子脸 不是脸的 吃完后 他看了看时间 今晚你不出去接单吗 原来是急着叫我回来赚钱 我坐着没动 昨天陪孩子找培训学校 走了一天太累了 不去了 你还真给他报班了 他又吼了起来 对 数学英语都报了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 为了不影响你病情 以后我回爸妈那边 守着孩子学习 他睡了我再去代假 张远东表情沉下去 花了多少 一年六万 他疼得一下站起来 鼓着眼睛 六万 抢钱啊 什么补习班那么贵 学科累得本来就贵 而且我教的两科 这是一年的费用 其实有便宜一点的班 费用也能三个月缴一次 但我不想把钱留着 被张远东惦记 于是给女儿报了金牌班 张远东气得拍桌子 我不同意 我也来气了 钱没了可以再赚 孩子只有一次念书的机会 我们既然生了他就要负责 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 她要是读书的料 你一分钱不花 照样考得上 再说我们家哪有那个条件 把钱花他身上 我的病不治了吗 真不敢想象 这样的话 居然是个大学生说出来的 我失望至极 不想和他再争吵 感情牌嘛 谁不会打 可是钱我已经交了呀 你的手术费 我也会努力赚的 蕊蕊是我们的宝贝 总不能亏了孩子啊 对不对 这一晚 张远东生气地睡在了客房 白天我抽空给婆婆打了电话 妈 蕊蕊那钱也交了不能退 要不你想想办法吧 亲戚朋友那么多 你先去借点 我们先把远东的手术做了 婆婆一听让她借钱 立马哭惨 又体贴地说 从老家带了几只土鸡来 让我晚上早点回家喝鸡汤 我下班暗点回家 开门就闻到一股清香的鸡汤味 婆婆准备了一桌子吃的 看到我立马迎上来 喂喂 你回来了 快洗手吃饭 结婚八年 我婆婆来家里的次数屈指可数 每次一来就喊腰酸背疼 还得我伺候 今天这么殷勤 还是头一回 饭桌上 婆婆清了清喉咙对我说 喂喂 昨晚的是远东告诉我了 是他说话难听 我已经骂他了 我婆婆就是个婆妇 我和轴里都讨厌他 今天帮着我说话 是出反常必有妖 我看着他 暂不作声 喂喂 远东现在病得严重 要尽快做肾移植才行 比起成绩 蕊蕊肯定希望爸爸能好起来 你说是不 张远东昨晚对我横眉竖眼 今天就把他妈叫来跟我演以退为进 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配合得不错 我还是那副说辞 他的病重要 孩子的成绩也重要 总不能因为大人把孩子给拖累了 那远东心里肯定也过不去 您说是不是 我婆婆埋头擦眼睛 一副快要哭的表情 一日敷七百日恩 你真能眼睁睁看着远东去死吗 我看过去 眼里却没一点泪水 可真会演 我压下愤怒 缓缓地说 妈 远东的病肯定是第一位的 但蕊蕊的成绩下滑得厉害 我们先补一年看看 要是真没进步 也就不学了 婆婆一听就拍桌子了 一年六万 要她能学得进去 明年还报班 远东的病还治不治了 讲来讲去 不就是嫌我把钱花在女儿身上吗 她大儿子生病 医院病危书一张接一张的下 她也没来过 哪来得连指责我 最开始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婆婆也是一句没钱 不管我们的死活 到处求人借钱 每天拼死拼活挣钱 给张远东治病的人 是我 可婆婆每年老家卖的庄稼 猪仔 一年能攒好几万 她全贴不给小叔子 给小叔子的儿子 买几百块一双的鞋子 眼也不眨一下 给我女儿买一块钱的泡泡糖 都舍不得 我还没来得及回 张远东竟然替我说话了 妈 你别动不动就哭行不行 不就是补习班吗 宋维说了 她会认真赚钱 给我筹手术费的 张远东转过头 对我挤眉弄眼的挥手 示意让我先出去 她想打什么主意 我下了楼 直接开车离开 透过后视镜 看到张远东在厨房探出头来 在小区外把车停好后 我又不行返回了我家楼下 我家在二楼 厨房的窗户一年四季都没关 站在厨房下面的花坛里 是能听到里面说话的 妈 你闹得越凶 我越偏向她 她就越愧疚 一定会努力帮我赚钱的 话是这么说 你真同意她花六万给那小蹄子 妈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这房子怎么也得卖个两百多万 我只要对她好 她去求她把房子一卖 区区一个六万算什么 再说张蕊虽然是赔钱货 毕竟也是我女儿 花就花了 婆婆说的眉飞色舞 给她花还不如给我以后的大孙子花 妈早就给你物色好了 你弟的同事家境优渥 唯一不足就是年龄大了 现在着急结婚生孩子呢 昨天去看你弟时要了他微信 你跟他先聊着 先把感情培养好 我还生着病 被发现了怎么办 傻呀你 先聊着培养感情 等手术做完 就跟宋维离婚 不就可以和他提结婚的事了 我跟你弟都帮你瞒着 妈网上查了 这种大龄圣女都很着急的 看不出来 难不成你还想和宋维过一辈子 他子宫都没有 你不留个后吗 我暗暗捏紧了拳头 要不是返回来 还真听不到这一出好戏 我为什么没有子宫 当时孩子太大 医生让我剖腹 但婆婆一哭二闹的 不让我进手术室 我硬着头皮 顺结果难产大出血 虽然捡回一条命 可子宫没了 醒来后 张远东说 会一辈子对我好 这辈子 我们只要蕊蕊一个女儿 现在却怪我生不出孩子了 真可笑 我没声张 而是默默将他们的对话 录了下来 离开的时候 还听到婆婆在抱怨 白瞎了她土鸡 给我吃 不如给狗吃 张远东的电话 是一个小时候打过来的 老婆 你别跟我妈一般见识 我只是和她提了一嘴 没想到她会来 只是提一嘴 可真会演 要不 这几天你先别回来了 等我妈走了你再回来 免得她又惹你生气 蕊蕊的事 是我做错了 你说的没错 什么事都可以重来 只有读书不可以 我回 知道了 她又拉着我聊了不少 我漫不经心地敷衍着 直到她最后一句 老婆 你今晚还去代嫁吗 前面全是废话 这句才是重点 要去 张远东一听 乐呵呵地又说了些爱我的谎言 才挂断电话 我放下手机便去客厅陪女儿了 我的收入算不上高 但养活女儿和我足够了 既然知道他们母子真面目 怎么可能还为她去拼命 我在娘家住着就没再回去 下班后就回爸妈家陪孩子 别提多高兴 起初一周 张远东除了嘘寒问暖 就每天隐隐地打探我的代价收入 以前每天赚多少 我都告诉她 等她检查的时候 就会取出来给她 这次她说要去检查 我借口这段时间 再专心陪女儿 很少去兼职 并没有赚到钱 她问我 这几天出工了没 我委屈巴巴地对她说 远东 两年了 这段时间让我好好陪孩子 你想想办法吧 压力全在我一人身上 我真的好累好累 她沉默了良久 说 我妈他们没钱 有钱早帮我了 我心中一阵冷笑 他们没钱 我就有钱 哭穷谁不会是的 我哭了出来 远东 我太累了 你先去找婆婆和小叔子 想想办法 我休息够了 再去兼职好吗 这次她没回我 直接挂了电话 我以为 只要再耗一段时间 张远东从我这儿 抠不到钱 就会和我提离婚 但他们比我想的 要无耻得多 这天还没下班 我收到爸妈消息 张远东把女儿带走了 我忙请假回家 没曾想 婆婆叫了七大姑八大姨 在家等着我 一进门 就看见婆婆抱着张远东 在哭 哭她没本事 儿子生病了 拿不出来钱 这一家人把我女儿带走 就是为了把我片 回来演戏呢 我赶紧将孩子带到卧室 给她放了动画片 转移注意力 这才回客厅 亲戚们一个个开始输出 宋伟都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远东没生病时 你可不这样 这才两年 你就不管她了 又不是不能治 就是 医生说 远东移植了 肾就能恢复如初 你也太狠心了 你们家又不是没这条件 都是夫妻了 还算得这么轻 你婆婆一个女人 拉着大两个孩子 欠了一堆债 哪拿得出钱啊 远东要因为你错过 治疗死了 孩子一定会恨你的 你要给孩子做榜样啊 抬眼望去 张远东还和他妈抱在一起哭 可怜的老寡妇形象 是树立的杠杠的 这堆指责我的人中 说得最多的就是婆婆的妹妹 我赶紧打断她的话 二姨 你问问张远东 这两年 我爸妈帮了多少 我两份工作的收入 全给她治病了 我还不够尽心 现在我实在是累坏了 想休息下都不行 你们对我太狠了吧 二姨心虚地转头 不想和婆婆对视一眼 又开始了 我们知道你辛苦 但远东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你给蕊蕊报补习班的时候 就没想过远东吗 我面带微笑 二姨 远东的病重要 蕊蕊的成绩也重要 我一个人养两个 哪支撑得住 要不二姨你借我点 我们以后慢慢还 行吗 二姨赶紧哭穷 我退休工资才两千 身体也不好 每个月还要靠子女帮衬 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说 那要不让表弟先借我们六万 他们两口子工资高 上一周还在朋友圈里 还晒旅游呢 二姨一听 立马就拒绝 他们也有房贷车贷 还要养孩子 月光足一个 哪儿借得出来钱 都差钱 就我不差钱 我冷笑着瞧着她 那二姨你说怎么办呢 宋芝啊 你再没钱 也要看在孩子的份上 想办法就远东啊 实在不行 不是就先卖了房子呗 我恍然大悟 原来跟这儿等着我呢 这套房 是我十八岁时 爸妈给我买的 他们说 娘家就是我底气 房子是我的退路 他们只愿 我能找个对我好 真心爱我的就行 我和张远东大学 就在一起了 结婚的时候 一无所有 等于张远东 什么也没有 就娶了我 婚后 也住在我房子里 现在竟真打起 我家房子的主意了 今天他们家人多 我单枪匹马 硬碰硬 肯定是我输 我以退为进 红着眼 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早就想过卖房了 可房产证 在我爸妈那边 他们说什么也不同意 但你们放心 我和远东走到今天不容易 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他病死的 我一定想办法拿来房产证救我老公 在我的保证下 终于送走了张远东的亲戚 至于我婆婆 又顶着一副体贴善良的面孔 说张远东想孩子了 才把蕊蕊接过来 让我们吃完饭 再送女儿回爸妈家 我答应了 这两母子会演 我也不是第一天才知道 等吃完饭 我带着女儿下楼 用同样的方法将车开出去 让女儿在车上等我 而自己悄悄返回厨房楼下 母子俩果然又在合计呢 婆婆说等 拿了我卖房钱 就赶紧和我离 别让对方怀疑 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 张远东和那个女人 已经见过面 女方对她很满意 现在还会主动约她出去吃饭 婆婆还让张远东大方点 不要让女方请客 当初我和张远东在一起时 她很穷 可她却不让我请一顿饭 每月拿到生活费 就带我去吃一顿 余下的时间 就自己做饭给我吃 给我感动得不行 原来这是他们家的老套路 什么真爱 什么深情 全是为了不劳而获 要知道和张远东相亲的女方 是谁并不难 她现在急着找下家 自然联系得频繁 我抽空一跟踪 就找到了两人约会的现场 我看到一个女生 跟张远东吃饭 被哄得笑眯了眼睛 一个毫无情感经历的女博士 哪里是张远东的对手 都是过来人 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得出 她动情了 趁着她去洗手间补妆时 我找到她 你是 我开门见山 我是张远东的老婆 她捂着嘴 震惊到 你胡说 她明明是单身未婚 不用急 我慢慢给你解释 我将我和张远东的 结婚证照片 以及听到的几次录音 放给她听 看着她的脸一寸寸白了下去 我该庆幸她用情不深 你该知道录音里的女博士是谁吧 你找我是想做什么 她没放松戒备 说实话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才能彻底摆脱渣男 怎么帮助 我说了自己的计划后 周晓晓立马就答应了 姐姐 实不相瞒 我本来对张远东很满意 打算跟她闪婚的 谢谢你帮我及时止损 我愿意配合你摆脱渣男 按照计划 周晓晓回到饭局上 就表现出了迫切结婚的情绪 我刚回到家 就收到周晓晓发我的语音 张远东以退为进 表明自己因病卖房卖车 现在一无所有 不想拖累她 周晓晓则说她不差钱 她在乎的是演员和感觉 她爸妈对女婿的要求 也是爱她就行 不做家事要求 姐姐 我照你说的 约了她见我家长 她答应了 接下来怎么办 需要让我爸妈配合演一场戏吗 我忙说 不能让她知道你家在哪儿 否则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甩不掉了 那怎么办呀 租一个爸妈 我不仅帮周晓晓租了对假爸妈 还花重金租了套别墅 按照剧本 周晓晓的父母豪得不行 直言不缺房车 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 若张远东能答应当上门女婿 车房有女方准备 但前提是要让他们早日抱上孙子 饭后 周晓晓在直接以自己马上是大龄产妇为由催婚 张远东自然不会立马答应 毕竟还没和我离婚 但她没直接拒绝 而是让周晓晓别太急 再多多了解 周晓晓问我怎么回 我让她问张远东要多久 她年龄大了 拖不起 张远东回复三个月 我又让周晓晓说 三个月太久了 要真想和她结婚的话 就直接闪婚 周晓晓问她 你是不是不想和我结婚 又故意拖着我 张远东心里慌乱 面上只能淡定地哄她 晓晓 我是真的爱你 可时间太短了 我是难得无所谓 就怕相处下来 你觉得我们不合适 受伤害的是你 周晓晓故作感动 远东 我就知道没找错人 可是三个月太久了 我想和你早点结婚 张远东八步地立马答应 但又想着没和我离婚 只好将时间改为两个月 为什么是两个月 一是因为冷静期 还有就是让我离婚需要时间 周晓晓答应了 并且说他们可以先看房 领证后立马买房 周晓晓可是婆婆和小叔子 物色的 张远东当然没有怀疑 我只差最后一步了 这段时间 张远东只顾着哄周晓晓 大部分的精力没在我这 只给我打了次电话 问房子的事 我声音里全是委屈 远东 我爸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 前两天还变血了 我妈怀疑是大病 毕竟我爷爷是肠癌走的 这结果眼上我实在不敢提卖房的事 说完 我顺便问他 你经常去医院 有没有好的肛肠科医生推荐 没有 你网上看看 他声音出奇的冷漠 好 我当没听出来 远东 这几天 你身体怎么样 死不了 他装都不装了 直接挂了电话 我掐着他去检查的日子 在医院和他偶遇 他刚从诊室出来 我和我妈正扶着我爸 因为病情 我爸神情痛苦 远东 我向他招手 他向我们走过来 却没有任何表示 敷衍地叫了声爸妈 我对他早就不抱任何希望 但戏还是要演下去 我主动说 我爸身体不舒服 我们带他来检查 去吧 结果出来了 告诉我一下 可能是觉得这句话 无情地太明显 张远东立马装出 一副虚弱的模样 爸 都怪我这病 我想留在医院陪着您 可我这身体只会帮到忙 我爸脸色阴沉的 看不清是疼的还是气的 我妈接话 远东 你爸这儿有我们呢 你快回去休息吧 结果出来通知你 话音刚落 张远东 张远东静直就走了 直到他走远 我爸才直起身子 气不打一处来 混账东西 我妈安慰他 别气了 我们该庆幸 事情发展顺利 只要能离了他 闺女就解脱了 我红了眼眶 很是愧疚 爸妈对不起 为了离婚 还要霸装绝症 女儿真是不孝 我爸的病是装的 目的是推动张远东 尽快提离婚 唯唯 我爸拍着我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 这怪不得你 没在一起生活过 怎么知道 他是人是鬼 天下父母都一样 能为了儿女抛弃一切 别说装病 就算真能一命换命 那天堂一定 站满了父亲母亲 不管发生什么 爸妈都会陪着你 一起面对 过去一个人 抗起整个家 通宵通宵地 熬夜我没哭 张远东的背叛 我没哭 爸爸这段话 却让我泪如雨下 周晓晓是医院的 帮我弄一份假病例 并不难 我把我爸的肠癌 晚期的报告 发给张远东 然后给他打了个电话 变化里 我哭得伤心欲绝 远东 我爸真的得了绝症 医生问了 我家财务状况 能不能支撑 接下来的治疗 说我爸现在是中晚期 很有可能 最后人才两空 那你们母女什么意思 我妈说 砸锅卖铁也就 我也是这个想法 我爸 话还没说完 张远东就吼着打断我 意思就是你们 不管我死活了是吧 我笑了 这男人哪来的脸冲我吼 我只得忍着怒火 继续半委屈 没有不管你 可那本来就是爸妈的房子 他们要卖 我也没办法呀 离婚 张远东 张远东咆哮着 宋维 我要跟你离婚 我装模作样地挽回 远东 你听我解释 他挂断了我电话 接着 我把这边情况告诉周小小 让他可以约着张远东 去看新房了 那个开发商是周小小爸爸的朋友 提前打了招呼 配合演戏 他当面交了定金 并答应和张远东领证后 就买房写两人名字 当天晚上 张远东就催我第二天去离婚 我假意舍不得 只换来他不耐烦 第二天他带着婆婆一起 冲到我家 我婆婆一进来 就冲我叫嚷 离婚 今天必须去离 你爸都得绝证了 别想拖着我儿子 他们来得早 我闺女还没去上学 见他这样 我赶紧拦住婆婆 妈 有什么事等蕊蕊上学了再说 别当着孩子的面说 就是要让他知道你们离婚 以后别让他来返远东 我知道拦不住婆婆 只好将计就计 故作悲伤地看着张远东 你想和我离婚 连蕊蕊也不要了吗 张远东眼里闪过心虚 声音却异常坚定 我养不起 我婆婆连忙叫道 养什么养 我们老张家不要赔钱货 我怒了 妈 你别太过分了 女儿怎么就是赔钱货了 那你是不是赔钱货 我就这么说怎么了 就是赔钱货一个 远东才不养 你们离婚以后 她就和我们张家没关系了 知道我婆婆后面的话 会越来越无情 我担心伤害到蕊蕊 赶紧让我妈带她出门 我要的就是他们主动放弃孩子 但我面上还要表现得极其愤怒 张远东 我最后问你一次 女儿你确定不要是不是 不要 张远东他妈又冒头 我忍无可忍地吼她 你闭嘴 我再问张远东 不要 好 既然你们看不上她是个女孩 不要她 我砸过麦铁也供 以后等她发达了 也不要来沾她的光 赔钱货一个 还发达 最后还不是讨好男人的祸 谁稀罕 我压着想撕烂这个恶负嘴的冲动 进屋拿了张纸 拍在张远东面前 我答应离婚 既然你不想要女儿 我也不需要你给抚养费 写好断绝亲子关系 以后生老病死 也和她没关系 远东 写 老太婆还主动把笔递给她儿子 张远东 结果也没犹豫 快速写好了协议 我们离婚 她和蕊蕊自动断绝妇女关系 往后老死不相往来 她拒绝我带孩子去找她 还在内容上添加了 就算我负担不起 她也该不负责这些内容 看了内容 我泛起冷笑 张远东 你可做得真觉 有你这样的父亲 还真是不如没有 很好 我接过纸加了一句 她的生死病死 也与孩子无关 不能以任何理由 重新认回女儿 写完后 她爽快地签下名字 我们准备好离婚协议 就去了民政局 签完字出来 我叫住她 张远东妈怕我反悔 一脸防备 已经签字了 你还想干什么 我笑了 今天就搬出我爸妈的房子 切 谁稀罕你家那破房 我们早都搬好了 还有 我冷笑道 你们母子为了钱 可以抛弃血缘 人性 就算现在占到了一点点便宜 将来也要遭报应 张远东不屑一顾 宋芝 你少嫉妒我了 带着那个脱油瓶 干你的代价去吧 他们搬走后 我换了锁 一个月后 我和张远东终于离婚 同时 周小小也不在周旋 直接斥责他无耻 提了分手后 就把他拉黑了 我知道周小小只要和张远东摊牌 张远东一定会来找我 所以旧房子 我低于市场价 快速出手 我和爸妈虫 新买了另一个区的学区房 给蕊蕊赚了学 全家搬了过去 周小小和张远东分手后 他一无所有 想尽方法找我 我都没理会 并且把我收集的证据发给他 警告他 若敢找我闹 我就请媒体曝光他们一家 我掐准了张远东和他妈不敢大闹 毕竟他弟还有份得体的工作 张远东的病是个无底洞 他妈有心 但财力有限 而他弟就算想帮 弟媳也不可能白白往里撒钱 张远东没钱做手术 甚至不能按时透析 病情越来越重 他求我看在孩子的份上帮帮他 我拿出协议回他 早就约定好了 你的病跟我没关系 后来张远东不行了 他想女儿去陪陪他 我又拒绝了 他妈带着他来单位找我 这次他是自己上楼的 没让他妈跟着一起上楼来闹 有诚意 但不多 宋芝 看在我生命进入倒计时的面上 让蕊蕊回家陪陪我 好吗 为了大好前程写了亲子关系断绝书 现在想起有个女儿了 真搞笑 张远东 你来我家说不认女儿的时候 多决绝 凭什么你现在要死了 我就要让女儿去见你 张远东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声泪俱下地求我 是我错了 算我求你 让蕊蕊见见我 同事们听到声音纷纷探出头来看 看着她被病痛折磨得瘦弱不堪的身子 随着哭泣不停颤抖 着实可怜 但我生不起同情心 这就是报应 我神情冷漠 别再来烦我 蕊蕊也不想见你这种无情无义的人 她拉住我 声音陡然提高 送知 我就要死了 只是想见女儿一面 你也太狠了 随着她的哭闹 办公区的人都围了过来 张远东学起了他妈撒泼耍赖那套 对着我同事半可怜 大家快来看看 送知嫌我身患绝症 离婚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逼着我签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 我求她让女儿见我最后一面都不答应 大家帮帮拍下她这副恶毒的嘴脸 让世人帮我平平力 张远东声泪俱下 我要死了 求见我女儿最后一面 不应该吗 你可拉倒吧 我们都看在你快死的份上 才没让保安赶你出去 同个部门的男同事听不下去了 拳头捏得咯咯响 大家开始指点 你那点破事谁不知道 不是谁哭谁有理 自己为了追白富美不要女儿 东窗事发被甩了 又回头找前妻 现在想起女儿了 不嫌她是赔钱货了 你做的那些事简直畜生不如 还好意思让世人平平理 世人唾沫星子能淹死你 渣男 同事们不约而同地帮我出气 说来还得感谢我的女同事 我刚出事那几天状态不佳 工作老出错 同事就关心我 我们平时关系也好 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 同事是个大喇叭 结果整个单位的都知道了 我的极品前夫 现在都不用我解释 连领导都从办公室出来了 看在你十日不多的份上 给你最后一次体面 自己走出去 再有下次 我直接让保安用打狗棍赶出去 张远东没捞着好 不甘心地走了 过了一周 他又来了 这次是坐着轮椅来的 骨瘦如柴 脸颊凹陷进去 说话都没惊弃神 宋伟 是我错了 我求求你 让我见蕊蕊最后一面 蕊蕊没有父亲 我转身就走 他悲愤却又无力地叫住我 宋伟 你的心好狠 就算我写了断绝亲子书 法律上我也是他父亲 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探视权 好 那我等你起诉我 法律怎么判我怎么做 就是不知道 你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你 张远东气得吐出一口血 我当没看到 直接离开 张远东现在的身体情况 自然是等不到判决了 弥留之际 钱婆婆打电话 求我带孩子去医院 见他最后一面 房门开了 带着氧气罩的张远东 满脸期待 看到我身后空空如野石 肉眼可见的失望 钱婆婆竟然真的哭了 宋伟 到现在 你还是不肯带蕊蕊来 见见远东吗 张远东的唇隔着氧气罩 一直在动 但我只能听到呜呜声 他说话都没力气了 张远东 比起你 我这怎么叫狠心呢 我打开录音 将我录的几段 他们母子的谈话都播放了 钱婆婆面色一下子惨白 张远东的脸刷一下惨白如纸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播放完 我收起了手机 你知道吗 我是真的想过 卖房救你 但你们母子 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 她呼吸一致 艰难地抬头指着我 嘴巴里发出乌液的响声 我凑近她 贴在她耳边道 你的演技不错 但我和周晓晓的演技 好像更胜一筹 她怒目远征 轻着身子 艰难地抬起手 刚抬起一点 再没劲举起来 我帮她躺回床上 勾起嘲讽的笑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滋味如何 你 她说不出话了 眼底有愤怒 悔恨 伤心 绝望 监护一气 不停发出刺耳的响声 她妈发疯一样 跑去叫医生了 我直起身子 最后看了张远东一眼 语气冰冷 你这种人 活着都污染空气 我不会让你脏了 蕊蕊的眼 张远东死了 我一点也不难受 而是如释重负 往后余生 终于再没人渣 打扰我和女儿的生活了 以后 感谢者哦 xim正